我們在掌握相關的狀況的話 剛有說明到網絡的傳散的一個管道 這是我們的責任要來確認的 那假如說它有涉及到違法或傷害到 影片當事人的權益的話 那當然我們也會尊重當事人 他是不是有一些法律的作為 那到我們相關的司法檢察機關或國安單位 我們是有相關的系統可以來辨識 證明說它的影音是違制的 那這個部分到時候在法律的攻防 或偵辦的過程當中 可是這樣的話呢 不是啊 因為局長 這樣的話他比如說好 那我假設我是高委員 那我去因為有人傳散這個 那我去走入司法去提告 可是這些民眾他們也不是恶意的 他們也是相信了這些所謂 他不知道他無法去辨認這個身為 那他會從受害者變成加害者 那這方面我們國安局要怎麼樣 來面對這種假訊息在網路上不斷的傳散 我們包含是在預算裡面 我們的編列 還有其實這個過去我特別講 我們113年的時候就有相關的附帶決議了 那請問這附帶決議我們處理的如何 在去年一整年乃至於明年來說 我們要怎麼樣的去做規劃 抑制這類事情的發生 這也是剛剛在書面口頭報告的時候提到 未來加強在公關 還有針對一些相關的中共對台認知作戰滲透作為的揭露 會是本局一個重要的工作